所以佛度众生需要十节应援 什么时候他来 他一定会来 十节应援没成熟 怎么求也求不了 真求来了 祸害就来了 不但对你自己不利 对你家庭不利 甚至对整个社会都不利 佛菩萨会不会干这个事情 不会干这个事情 妖魔鬼怪 会干这个事情 他是唯恐你不乱 佛菩萨不是这样 但我等所居之同居图 是同居会议图 不是净土 什么原因呢 总立不开 因果 这因果是自己造的 自己造的因 自己要承担果报 佛菩萨对你也无能为力 必须是 业障 习气 忏净 忏净之后 佛菩萨 佛菩萨可以帮忙 阿弥陀佛 能分身 教化了 极乐世界 一切众生 为什么不在我们这个世界 教 我们的业障 我们的业障 太重 佛实现了 的教育 有没有 有 什么样的人 真修了 有福报 业障 轻 的人 业障 重 为什么 他不接受 他不尊重 佛菩萨天天给他讲话 天天现身给他看 都在讲 这是我 要想尽方法 往摩取着去走 这反常 社会我们也不允许 不是佛菩萨不来 远不成熟 偶尔是几个人 成熟的 这就是所谓的 佛独有缘人 真心 啃发 人 啃发菩提心 啃发求生 净土里面 远行 啃其 他就有感应 远行里面 还有一点 自私自利 明文利 贪嗔 痴痴痴慢 就不行 感应就没有了 我们也曾经遇到 有感应的人 他拥有这些息息呢 有 一般讲的是 比较不 有这个息息 时间比较短 没发脾气 一阵批发 他马上就觉悟了 就后悔了 有人生气 三天一个星期都化解不了 那就太重太重了 那佛菩萨想帮你 真就丝毫都帮不上 所以佛独众生 需要十节应援 什么时候 他来 他一定会来 十节应援没成熟 怎么求也求不来 真求来了 祸害就来了 不但对你自己不利 对你家庭不利 甚至于对整个社会都不利 佛菩萨会不会干这个事情 不会干这个事情 妖魔鬼怪会干这个事情 他是唯恐你不乱 佛菩萨不是这样 大经上常说 佛菩萨所在之处 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喜 你不喜欢佛菩萨 佛菩萨不来 你不就很欢喜了 你看多慈悲 你喜欢佛菩萨 他就来 你讨厌他 他就不来 肯定是横顺众生 随喜功德 这是我们做佛弟子 应当向佛菩萨学习 一个人真的不为自己 不为家庭 齐心动力 为苦难众生 为社会安定 为世界和平 为政法九重 那就对了 应该放下的 你自然统统都放下了 无论是生活 是工作 待人介物 身心情尽 一尘不染 那叫心尽则佛图尽 你心情尽了 无论住在什么地方 也是同居尽图 故虽民同居 而时有不同意 这就是说明 我们这个 释迦牟尼佛的 凡神同居图 跟极乐世界的 凡神同居图 凝成一项图 实际上 有很大的差别 这个差别 是在 众生的 迷雾 极乐世界 凡神同居图的众生 觉悟 觉悟被证过 是什么 解悟 他烦恼 吸气 没方向 极乐世界 凡神同居图呢 他虽然没有证悟 阿弥陀佛 本院为神 加持 他等同 证悟 确实没证悟 但是他跟证悟的 好像也平等 等同 说个等同 当然不是完全同 这佛力加持 不可思议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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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闵